! 你知道這是什麼傳統美食嗎?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綠豆糕 其實很多年輕人可能忘記了這個食物 但是我常跟大家分享一個 傳統美食要健康做安心吃的觀念 為什麼?大家為了味道可能有香精 加了顏色可能有化學色素 所以老師今天把這道傳統美食 把它健康的改良以后 来做一道椰油绿豆糕 首先我们来准备绿豆仁 这个是一个传统的美食 我们可以做绿豆蒜 那我们可以把它泡水 大概一个小时 那我们就拿去电锅跟煮饭一样 一杯绿豆仁加一杯的水 电锅一样按煮饭模式 煮熟之后 就可以像我们现在现场看到这个 很松散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趁热 加进去我们这个红糖或黑糖 那当然现在为了健康 我们甜度可能要少一点 那我们趁热它就会融化 那再来一个我们要调味 我们用天然这个冷压的这个椰子油 因为它有天然的椰子香味 它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月桂酸 还有中链脂肪酸 对我们的心血管降坏胆固醇 提高好胆固醇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代替 我们传统美食里面用这个猪油 或者是用奶油这种所谓的 动物性的饱和脂肪 相对的话更安心更安全 也更健康 如果你喜欢传统颜色就是黄色 那一般我们现在养色 我们可以加点这个绿茶粉 或抹茶粉 让它变成天然的绿色 而不用这个色素 好 这样子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均匀地搅拌一下 而且这样做好 会有椰油香味以外 还可以充滞淡淡的抹茶的味道 这样吃起来也比较不会太油腻 好 我们这样拌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捏成我们想要的形状 我们就可以涂手把它这样 搓成像汤圆一样 好 那我们要吃之前 我们也可以再把它装饰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很方便 而且很营养又健康的 中式的甜点下午茶 再泡一杯浓醇香的乌龙茶 其实就是一道非常健康又美味 这位传统的甜点的下午茶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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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